正当一众的外国游客 过过去沿岛的时候 我就算了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只有本地泰国人来干顾 环境是不是很正呢 可以躺在这里接近大自然 接近海 不过除了这个位置 还有一个更正的位置 就是在那边 真是害怕的 这些不是戏 虽然明知道不是很深水 但是害怕就是害怕 好,再放一个潇洒一点的表情才行 你可能会说 这么危险的东西都介绍给别人的 胡先生 但是其实我眼见很多泰国人 男男女女女老老又又都是这样 那大家都没事 姑且应该没事的 不会真的不幸 没事,没事,没事 拆光恐惧的感觉 很快会被美丽的景象克服 初初也有点疑担心 但是在上面看着看着 景色这么漂亮 自然就很开心 而且很安心 眼见其他泰国人 每个人都这样上去 还用不着害怕 说起来说 今天拍外景的时候 其实并非假日 但是也有很多本地的泰国人 特意慕名而来 目下所见 看不到有外国游客 当然了 外国游客都去了其他岛 这个地方可以说是银鲜 而且不是很多泰国人知道 是不是很介绍呢 不过节目出了之后 会不会带来影响呢 这个就不清楚了 又说实话 刚才那位其实真的很棒 但是如果你真的害怕 真的害怕跌下水的话 不要紧 这里还有其他较安全的位置 可以让你选择 就是那些了 这里之所以 这么受本地的泰国人 欢迎无他 佳因也可以玩 也可以吃 食物价钱 还要是贴地 不是离地那种 举例 这个家製的披萨 价值250元 那你可能会说 不是 哪里比较便宜 但是哪里比较便宜 哪里比较便宜 哪里比较便宜 至于泰式冬顶茶 都是70元有交易 其他食物都是100元 200元左右 输給相宜 而且还有东西 就是吃完拍完照 还可以做按摩 没错了 这里还有泰式按摩 价钱300元一粒 绝对便宜过曼谷屎龙路 不过没有冷气 这些便是大自然 吹着凉风 看着海 真棒 第二处找不到 这次回处的介绍 是不是很棒呢 包括其他旅游节目 和旅游书 都没有介绍过这个地方 不过凡事都要付出代价 你来这里 你可以选择在码头 给100匹 然后等船来到那边的码头 然后走一公里来到这里 要等前立后 兼且还要走一大轮 但是如果你想舒服一点 包艇 包艇的价钱就是 800匹来700匹走 千多匹 比这里吃的一餐 对啊 但是可以省时间 和说来就来 说走又走 你会选择哪种 我又选择包艇了 冲哥有问题 如果你不知道 通常大家去到 苏梅、布吉 或者巴提亚 海上用的都是一些快艇 速煲 但是在隔壁所用的 主要是长尾船 长尾船上面 有个尸带包住 究竟是代表什么呢 有问题有答案 原来是代表 大家相信车有车神 船有船神 希望透过尸带 得到船神的保护 能够四海平安 不要撞船 不要沉船 信不信有你